事实上这个状况就会变成说 可能是他一辈子的这个老本 那一个件就出去了 所以新加坡做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他可能可以把一些的钱 放在这个他的账户里面 而且不能够透过数位的转账 我觉得至少最起码 如果说真的这样的一些人 可能真的不幸 可能被诈骗 不管是大额或小额 他至少还有一些本 而不是说像现在我们台湾的诈骗 其实他是吃干妈进 而且一次之后还要再做第二次的诈骗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 令人深无痛觉的事情 数位AI潮流挡不住 金融商品变名同时 又可以如何借进国外经验 最了解英国境内 就有七成以上诈骗案涉及海外 英国考虑禁止销售金融产品的推销电话 只要电话提到要行销金融商品 民众就知道是诈骗 另外还禁止用SIM卡大量群发短信 限制变更来电显示号码 阻断通讯预防诈骗 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如果说大量的发送简讯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这样来源是谁 那可能他是善枪打鸟 那善枪打鸟如果说可能我发了一百个一千个 有一两个中招 那假设金融这样我就cover回来了 那事实上他会觉得善枪打鸟的结果 那我们会觉得这样是OK的 可是如果神明治之后 最起码最起码我们知道这个来源是谁 所以我们在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时候 变成说至少我们可以去找到源头是谁 最起码如果说真的有找到这些诈骗员的话 可能去做阻诈 甚至去做断他的这个后面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诈骗的一个手法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 如果说我们处理这个诈骗的问题 都是靠问题发生的 全部涌到我们后端的这个司法调查的话 其实我们根本是没有办法处理 现在如果说要防堵这样子的诈骗的情况 其实是从前端的行政管制 不管是金融方面的 是由金管会要负责去制定好这些 金融的行政管制的规范 例如说虚拟货币的部分 那这些接下来还有就是 关于这个人头电话卡 或者是境外漫游的卡片 这个部分的管控呢其实就是这个NCC通传会 诈骗手法不但推陈初心 还可以怎么防诈阻诈 国内银行业者有可能针对 变现性高的信用卡消费 银行工会将游戏点数 钱包处值 电子礼券等三类信用卡 消费延后24小时才生效 延迟付费是手段之一 目的就是不让诈团得逞 而民众自己也要有警觉 不要相信一些来路不明的群组 不要相信一些来路不明的一个讯息 甚至就是说这个名人的投资 我想我们想要跟名人认识 但是名人不见得会认识我们 如果这么容易赚钱的话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偷偷摸摸的在玩手机 那不太愿意让你知道 其中的这些讯息 第二个他会告诉你说 好像有一些什么样的投机机会 只有我知道哦 别人不知道哦 那这个很常见是这样的 那第三个就是他会告诉你说 我听过谁好像也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就做了什么 怎么投资 然后他会有频繁去接触 本来没有去接触的人 那这些跟陌生人接触的这些经验 也是要小心 只要有一点点轻忽 诈骗集团就有机可乘 目前虚拟货币 币商交易 网络平台 通讯软体等 还是三不管地带 如何尽速那管 需要国家对努力 网络上广告上面看到 速成财富的很多广告 告诉你这个成功的案例 那个成功案例 大家都没有看到那些失败的案例 所以这样的一个氛围 让大家觉得赚快钱 似乎是非常的容易和可能 造成了一个假象 就觉得说我只要去找到一个门路 好像这个门路一打开 我就可以进到这个所谓的自动旋转门 然后到另外一个天堂 类似这样 所以不知不觉就进入这个诈骗的圈套 可能我们在对于网络资讯的管控 比如说可能怎么样去balance整个information 事实上是非常有它的必要性的 第三方支付业者或者一些社群平台 网络的社群平台 他们其实接受这些客户 跟他们投放广告 他们其实是会收费用的嘛 那总部可能说他们其实都收了费用 但是也完全没有审核 完全没有过滤 就放任这些广告百花齐放 让这个被害人就是很容易受骗 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呢 可能就是术发部 他可能也有要站好一定的角色 诈骗等病毒四处催 没有特效药 政府部门要多管齐下 而牵涉到汇款 账户 刷卡 民众最好先冷静 寻求协助 才能避免成为诈团的带在飞扬